奶昔會不會熱量很高 不會 它這樣子一杯 就這樣一杯 只有一百卡 一百卡 一百卡 所以它就等於說晚餐如果不吃了 我就喝這個就好了 當代餐就對了 對…當代餐 然後它這樣子倒下去以後 搖8秒 一杯奶昔就有了 然後它熱量一百卡 它可以讓你飽足5個小時 所以等於你晚上喝了這個 其實就不會餓了 OK 然後我現在這個口味 是草莓優格口味 它另外還有另外兩個口味 甄果可可 還有一個是抹茶拿鐵 所以它的味道其實都是很好喝的 然後這樣搖一搖 8秒就可以喝了 它還有添加了那個乳酸菌 乳酸菌也可以增加你的代謝 然後還有魔芋纖維 就是增加你的飽足感 然後它厲害的是 它跟韓國的體重控制中心 一起合作 所以才研發出這個 低卡的鮮奶昔 厲害… 所以這樣吃還是要有一點 對不對 自己有節制 但是有時候會忍不住你知道嗎 忍不住的話就配合 妳這個叫做 超能奶昔 超能奶昔 對 M2超能奶昔 來… 來杯… 很好喝的對不對 很好喝 就是很像真的是牛奶加草莓 喝喝看好不好喝 真的很好喝耶 淡淡的味道 而且之前有一陣子很紅的防彈咖啡 它裡面就有一個 這個防彈咖啡的成分 MCT也在這個裡面 所以它這杯非常厲害 高鮮又好喝 其實真的要給的人 是後面那三位 對啊 你們要喝喝看 那時候早餐如果一起來 馬上就要工作 來不及吃東西 你喝了這個 其實它就有飽足感了 好喝 很清爽 這種可以讓身材纖細的東西 基本上也要好喝 而且不只女生喝 男生也可以喝 因為它裡面也有高蛋白 植物性的高蛋白 高蛋白就是讓你可以 減少你肌肉的流失 對 的流失 然後就可以增加你的代謝能力 然後消耗熱量 這個運動完很好… 對 運動完就喝一個 然後你就不用再多吃東西